你好 我是小燕 今天来关注施拉越警方在西连马来钢榜起货82箱总值8万令吉的逃税烟花及报主案件 并逮捕了两名华裔商人协助调查 年关将近市面上报主烟花偷偷卖 施拉越警方普通行动组与反贪污委员会突击西连马来钢榜的一间燕屋 发现内有乾坤 烟屋内竟然暗藏82箱共15种类报主及烟花 这批属于逃税的烟花以及报主 总值8万令吉 警方已经将案件移交大马关税局和大马反贪污文会处理 执法人员是在昨天傍晚6点20分抵达现场 当时烟屋内共有两名华裔男商人 分别51岁及55岁 两人无法出示合法证件 同时当场试图两次用7000令吉贿赂执法人员当场遭到逮捕 根据施拉越警察普通行动部队指挥官许国阵高级助理总监表示 这项突击行动警方已经部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警方在时机成熟时 于昨天傍晚拉大队前往现场展开突击检查 警方相信这批烟花以及爆竹来自湿屋 以应付农历新年的需求 警方将援引1969年关税法令第135-1第一条文 拥有收藏运载传递逆藏以及贩卖 卫护关税局批准的爆竹或烟花 以及2009年大马反弹文会法令第17支B条文 企图现役获刑贿赂 对此案展开调查 尽管我国法令禁止民众购买和染放爆炸力强的烟花爆竹 不过明年新年还是有很多民众购买并染放 无论如何希望民众了解政府此举 是为了不要任何悲剧发生 民众应该守法在安全的环境与情况下 与家人亲友一同欢庆佳节 谢谢收看我是小燕